台下聽他們的演唱 聽陳生的演唱 忍不住要來插火仔節 因為我幾乎每天都會經過陳生的家 因為他們家就在我們家附近 我要上下班的時候都要經過 所以我都會忍不住 快要到的時候我就開始轉頭 就看向他們家 因為他們家是一個非常溫馨 而且非常在鄉間很有文化水準的 每次有親友到去找我 我經過他們家的時候 我一定會忍不住講一句 陳生雲到底啊 然後接下來會說 那個我教過 但是呢 我都還會再補充說 好教在我教不教 因為呢 剛才陳生有講到 他弟弟 是我教了三年 所以教到美國博士 陳生沒有讓我教完 所以他的天才 他的天才 他的才分 才沒有被我抹殺 所以因此 我非常非常慶幸 好教在我那時候沒有告訴我 然後今天 才有 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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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配 這麼特意 而且 而且 讓我每次有親友來找我的時候 我一定會兒介紹說 陳生我那 dopo 所以你們下次如果再來我找我 老師我插個話 其實 然後警��ıld Jong 我們也有時候講 那藍子的 para 很快 趕快走 天氣很快 怕被老師抓到 沒了 其實在陳生這樣 有時候好像很漂白 裝瘋賣傻這樣的 這個 這個 特意的 語言跟 肢體語言或者語言之下 其實 我坦白說 他深藏了 非常豐沛的 這種鄉土情感 這是我非常非常感動 而且我今天一定要 再一次抱一抱他